猪肉鸡蛋如今一点猪肉都要涨吗 那么市场摊商直言说五花肉美金来到一百八 一头猪啊更涨了两千多块钱 黑毛猪更是破万更贵了 那么就连连带的相关加工食品你看到贡丸 现在呢也是业者撑不住 表示制作贡丸必备的猪油翻倍长之外 就连后腿肉都贵脏脏 靠着双手捏出一颗颗圆滚滚贡丸 就像婴儿拳头一样大 使用台湾猪后腿肉和猪油制作 曾被外媒推荐来台必吃 下锅后吸饱汤汁就能热乎乎上桌 不过随着本土猪肉飙涨 猪油也从2022年初一斤二十八元 涨到年底一斤五十元 让业者苦哈哈不得不决定 四月起调整售价 一包九颗两百元将变成两百二十元 猪油就涨了三倍四倍了 后腿肉也涨了至少这个二十八三十八 所以说对我们来说真的压力很大 其实就连知名的一枚猪肉贡丸 近期也悄悄涨价 门市人员透露一包原价一百三十五元 变成一百五十元 卖猪肉的摊商直言 现在缺食料 许多小型养猪户 干脆少养或不养 但需求量大 导致供不应求 价格攀升 走访嘉义市场 婆婆妈妈摊位前 东挑挑西选选 不过实在快买不下去 因为像是五哈肉 美金已经来到一百七到一百八十元 平均一头猪一百公斤 比起去年一头大约六千元 就涨了两千多元 而黑毛猪一头更可能破万元 而且还预告下周恐怕会继续调涨 不止鸡蛋鸡肉 就连猪肉也贵爽爽 菜篮族买一趟下来 荷包更干扁 全台先涨风 消费者恐怕吃不消 见五正刘轩 采访不到 东szój stayed 喔 欸 人喔 O 太后 음식 那 啊 吃